打太极拳是非常适合银法族养生健身的运动 花莲县城市太极拳协会20多年来 每天清晨代理学员一起练功 会员从40人到现在超过100人 团长李瑞宏表示 太极要运气和使劲 可以促进身体气血循环 又可以增加肌力还有柔软度 非常适合所有人加入太极运动行列 太极是中国古老的武术 经过国内外的研究 他还是养生与健身的有效运动之一 尤其对年长者的心血管和大脑 有促进健康的效果 太极动作缓慢温馴 其实打太极还要全神贯注 运气使劲 充分达到全身运动的效果 太极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之一 它对于我们老年的老化 它是有预注的 它在它的气 在全身在跑的时候 它会把你的精神 就无形中的把它提出来 那它在发菌的过程中 会把你的羊的部分 就是有力道的部分也发挥出来 所以柔跟力道 静都有表现的功效 那它最主要的目的是 除了健康以外 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医疗的一些 不必要的浪费的资源 让我们在这个老退休之后 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大家解释在这边一起运动打钱 华莲县城市太极拳协会 二十多年来 每天清晨带领学员一起练功 会员从40人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人 团长李锐宏表示 太极要运气和使劲 可以促进身体气血运行 又能够增加肌力和柔软度 非常适合所有人来加入太极运动行列 建律会既然相报道